我没有超出常人的天赋 但我有超出常人的意志 球们好 我是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看球 今天要观察一位新人 广东队双打球员梁伟坑 作为一名20岁的小将 搭档任祥宇 在2021全国冠军赛接连战胜 双塔章男冯彦哲夺冠 发挥亮眼 整体来说 广东组合的风格 有点像鸡血组合 打法应速度快 善于杀抽冲墙 两尾坑2000年末出身 身高目测1米75 其搭档身高1米80 阿良并不是一个传统选才那种 大高个选手 广东队总教练杨新芳 曾经这样回忆阿良 刚进队时胖蹲蹲的 但各项运动指标还不错 力大上多拍 能吃苦不服输 师兄尤其看中阿良 发力好这个特点 阿良的发力好 不局限于场地某一个区域 也不局限于某一项技术 我们先来看看阿良的后长火力 低局2比3 发接发第三拍 良抓抛高 中杀得分 这个回合非常短暂 短到没有形成对抗 能一拍解决问题 还费什么事 绕弯 短暂的回合里 师兄get到了一个细节 阿良出球追打的对象 是相对防守能力 更强的张蓝 小提问 同样位置的杀球 张和冯 互换梁慧 追着谁打 师兄的理解是 换了人就追冯 也就是说 这种球 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追谁 而是自己怎么来的舒服 他不怕对面是谁 低情商 这叫蛮干 高情商 叫自信 低局3比3 发接发第三拍 良接推反压直线 接着抓抛高 中杀 对角破局 这个回合 阿良触球两拍 处理球非常干净 一推一杀 用速度突破了对手 优秀的双打球手 可以不高 但不能不快 低局8比6 发接发 张接推转大对角 良补位过渡 接着张蓝再次分对角 良跳步难掉 接下来强杀提速 任连续封网 逢挑对角摆脱 良强杀直线破局 阿良出色的后场 个人能力 如同一壶56度的烈酒 入喉穿藏 看球 除了看重杀那一拍 更重要的是 不好发力的时候 球员怎么走位 怎么处理 面对张突然的大对角分球 阿良快速并不横移 加降点出手 并没有在慌乱中起球 接着张再次分出大对角 这球弧度偏高 阿良选择了起跳拦截 后仰中没有强行发力 接下来 缓过进来的阿良全力出击 一拍正手 一拍头顶 这个回合告诉我们 阿良虽然力大无穷 但也不是无脑杀 有调整 有铺垫 也有最后一击的果断 地局11比9 发洁发良抓抛高球 一步起跳完成南杀 任堵刀破局 站第三排接推 突然抛高对角 阿良在没有移动的帮助下 直接用了一个中国跳完成南杰 优秀的双打球手 可以不高 但不能跳的不高 阿良极扎的弹跳力 弥补了身高的劣势 接下来看看阿良中场的输出 第一局4比4 揭发广东队控网抢攻 形成杀风 任挡网偏高 逢快速冲角 拿回高点 接着北京队连续追打良 良直线对角 积极的寻球摆脱 最终一拍抛高球 逢杀球失误 在中后场的防守上 阿良非常能顶 典型的硬派防守 更值得留意的是 阿良除了拼发力 在线路和弧度上 不断尝试变化 第二局9比9 开局逢抓过度控网 打破相持 进入攻防 广东队防得很扎实 任抛高良平顶 广东队打回往前 相互抢网 北京队战优张篮再攻 任良防守非常硬朗 连续过顶 张轻杀失误 一般来说 攻防战中 下压一方代表强势 防守一方代表跟随 这个回合 广东队非常积极 防守做得很强势 倒是张篮的进攻 显得有些应付 这就是老将的弱点 随着能力的下降 硬碰硬的球 拿到先手不见得 就占上风 第二局8比9 发阶法 张抓第三派 形成压制 和良形成对位 张篮失误 从节奏和击球点来说 张篮占线 阿良的处理非常简洁 一拍反拍横顶 一拍反拍正打 硬是靠着速度和发力 突破了对手 第二局20比18 发阶法任连续抢往 逼迫对手 逢左右分球 试图摆脱 相持中 张篮冲枪 抓过度 形成直线对位 良化简为反 一拍硬顶 逼迫张失误 快真的是阿良的护身符 在这种中场球的处理上 快背后支撑的就是短处发力 即抽压技术的比拼 还是那句话 双打球员可以个子不高 但不能不快 接下来看看阿良前场的发挥 低局9比8 良抓第三派 快抽直线 借机轮转 任打掉结合 北京组合试图 左右分球限制任 任脚下很快 始终维持下压先手 最终在头顶形成杀锋 良跟得横井 一反一阵 追直线得分 广东组合 除了手上快 更难得的是脚下也快 这个回合 仍在后场不知疲倦的跑动是关键 积极的跑动最终换来了头顶位的杀锋 阿良的处理依然非常简洁 连续的追打直线 围快不破 用速度突破了张男的防守 低局5比4 发洁发 良接回放 巧妙一波 接着广东队强力杀锋 解决战斗 这个回合的转折点是往前的较量 张男的回放质量还不错 阿良的处理非常高级 快波分腰 出机会后又是大力出奇迹 认杀良风 一力破万法 广东队得分主要是靠快 靠凶 所以转化出快的机会是比赛进程的关键 最后再来看看阿良的综合发挥 第二局2比4 张偷发开局进入攻防 杀凤杀 连续追打良 良硬顶加对角摆脱 接着攻防力转 广东队杀加推 攻防再力转 北京队杀加放 良冲枪切推破局 开局防守是关键 阿良顶住了北京队的三板斧 并且通过对角摆脱了压迫 接着张男通过精妙的防守 再次力转攻防 最后是往前的对决 这里阿良的快并不仅仅是出手快 出手加上脚步 再加球路预判 靠着整体的快突破了张男 以上就是广东组合 及阿良给师兄最大的印象 发力一条龙 球风快凶硬极具攻击性 在师兄眼里 有了这个速度基础 就具备了和现役一流球手 抗衡的实力 能抗衡不代表能赢 彩蛋 阿良处理球的细节 第二局10比13 揭发一戳一篮轻巧破局 这个回合让人见识了 阿良对收力的理解 两次出球都是借力打力 重点不在于发力 而在于对落点的控制 这个比简单的发力难多了 第局13比19 发接发广东队占优 任杀凉峰 凉抓球突然收掉中路破局 这是一个简单的杀峰组合 杀加调 精髓在于落点上的一个细节 阿良的回档中路不偏不倚 正好是对方两名球员的斜线位 第局18比13 同样发接发战优 形成杀峰 任杀凉峰 这个回档巧妙的错开了直线位的张男 回到了对角位空档 第一局19比14 发接发北京队走位重叠 就在这一瞬间阿良快追大对角 任捕刀破局 如果说力量猛是一把大砍刀 那么四也好就是一把小飞刀 以小博大用更小的消耗换取更大的收益 如果说快速凶狠硬朗的球风 能让广东组合走得更远 那么细力多变的出球 就能让广东组合走得更好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广东组合仁祥与两尾坑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你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是小黄人 是亨山 是远渡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在球友心目中对广东组合的印象 è 哈哈哈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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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